国外长访华求和,中国突然发重大警告 撤侨预备,已提前预料了走下 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频繁发声 尊促尽快接受俄乌冲突 承认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然而在前几个月,泽连斯基还拒绝教皇 放弃各的权和 无方回应的是,永远不会举白旗 之前我们也知道,泽连斯基政府甚至专门通过了法律 这与俄罗斯谈判,为何突然态度大变 除了战场上困境,能源危机外 主因是最大金主,可能要没了 前不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机会上遭到枪击 这基本上已经预定了大选结果 拜登已经退选 不出意外的话,特朗普很可能再次辱主白宫 美国盟友们都开始提前做准备 而乌克兰也很尴尬 因为特朗普多次说过 只要他上台就立即断掉乌克兰援助 让俄乌冲突结束 共和党对援助乌克兰并不感兴趣 他们更热衷于援助以色列 基本上可以确定如果特朗普上台 乌克兰将会被西方阵营边缘化 甚至被美国出卖 中东局势可能会升级 赶在这之前谈判 应该是乌克兰最好的退路了 最近乌克兰外长库里巴访华 时隔12年首次有乌克兰外长访华 在访华前后还专门录制了几个视频 可见还是很重视的 与之前对待中国派局的特使的傲慢态度完全不同 但乌克兰的转向速度惊人 之前从不提和谈的库里巴在忽悠中表示 乌方愿意并准备同俄方开展对话谈判 声明的篇幅很长 但重点也就一句话 俄乌双方都不同程度发出愿意谈判的信号 虽然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 但我们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 这话说得很委婉 但也是乌克兰面临的事实 因为能否停止战争已经不是乌克兰说了算的 冲突初期乌克兰还能坐上谈判桌 但现在是在美国的菜单上 而且现在的基辅政权是一个过期政府 这也是俄罗斯对谈判不太积极的主因 中国当然会积极处合 但能做得有限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 在乌外章访华期间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突然公布一个消息 由于乌克兰国家战事状态延长到2024年11月9日 请中国公民暂物来物 留在武警内的中国公民务必提高警惕 坚持做好防范和必要是撤离的准备 也就是说别要是甚至会准备撤侨突然发布这个公告 大概率不是因为乌克兰延长战事状态 毕竟乌克兰都战事状态这么久了 据我猜测 大概是提前预料有人不想让乌克兰谈判 想搞破坏 乌克兰访华求和 触及了有些集团的利益 他们不会让战争停火的 每次局势稍微缓和就会有人搞事升级局势 就在屋外长访华期间 俄罗斯莫斯科发生气质爆炸 导致一名俄罗斯军官受伤 而这种做法与战场上无异 只会招致对手更猛烈的袭击 这边谈判 另一边战场上也不消停 俄军正对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五级库 雇佣兵举点能源 通心设施等进行定点打击 这仗一时半会儿很难停 这是我们说的条件和时机不成熟 战场上得不到的 谈判桌上也不会得到 这是乌克兰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 正所谓俄乌烽火连天起 外长防华求和意 金竹将变局势极易和平之路 待寻觅 好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天下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